晚上九点钟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说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照坦书 本节目以台北共我们电台FM930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照 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Amy Stanley 她是一位美国西北大学教书的历史学者 她的专长是日本清代史 她所写的这本书 由远逐文化刚刚出版了中文译本 书名叫做《江户城里的异乡人》 副标题是 《一个默默时代叛逆女子的一生》 这本书有两个重点主题 一个就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江户城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东京 另外一个重点 这是这位叫做长野的女子 她从月后的山里面 经过了各种不同 生命的冲击波折 包括三度离婚 所以她不愿意继续留在相见 因而离家远远的去到了 当时在日本最热闹 甚至是在全世界最热闹的其中一个城市 江户城 所以借由长野的这样 生命的动荡变化 Amy Stanley带着我们去看 她所看到的 她所处的那个江户城 这里面就有非常典型的一段 关于十九世纪中叶江户城的描述 从街川町前往逐地 要沿着大街往回走 先穿越了神田市场 走过金川桥 再往日本桥方向前进 这里是江户的商业心脏地带 内神田西侧的街巾 相信之下就比较沉闷 街道的两边 在这里 踏行商号 零次结壁 其中又以三井越后屋 是最厉害的商号 就连石神村这种偏远向下的人 都听过三井越后屋的名字 在长野的时代 三井已经发展成为集团规模 旗下拥有许多资产 还有相关的企业 不只是提供借贷 这其实是最重要的 这也就是初期的金融行业 三井以这种金融行业起家 另外 跨足去经营不动产 包括买下了内神田的许多藏物大杂院 并且承办官款货队 变成了幕府的红顶商人 尽管如此 三井屋的大型店铺 仍然维持着零售的形态 有沉稳的黑瓦屋顶 有明亮清爽的水蓝色的门脸 还有成裙穿着制服 整齐体面的学徒 在搬运包裹进进出出 这样一幅忙碌的景象 成了日本桥的地标 月后屋是无缚店 贩卖各种最新款的合幅腰带 还有布料纸品 包括丝绸棉麻 甚至还有进口的硬化布和天鹅绒 这个时候的月后屋一反常态 不像其他店家 采用奢账跟季末结算的做法 它首创在当时是很新鲜的 当日现金交易的这种方式 因为这样一来 它可以压低售价 并且迎合默默无问 没有信誉口碑的散客的需求 这种做法 在像江湖这样的一个都会的环境里面 很快的就扩展出去了 因为在这个城市里 身份不是那么样的固定 所以借由当日现金交易 反而能够离开了 原来传统身份各种不同的居职 扩展商业的领域 过了一百年 三井月后屋仍然依赖冲动消费者 所引发的衣食快感来做生意 店面总是摆满最新的商品 面对大街敞开门户 招揽过往行人 试图激起大家购物的欲望 用冲动来消费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店里面有几十名伙计一边接订单 一边忙着结账 他们敲着算盘 同时写收据 他们的姓名就写在 乌粮吊挂的特大布连上 干嘛呢 方便顾客找到他们熟悉的 或他们知道的 或他们如意的这些伙计跟助手 这些店员在这间 江户数一数二的大商号里 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药角 不过这项工作 表面上看起来稳定 实际上不是的 越后屋江户分店的雇员 几百个人 大多数都是从同工学徒做起 多年来 他们要负责各式各样的 跑退打杂的工作 然后呢 升任伙计助手 成年之后 大部分在更进一步的 顺利胜上正职 成为独当一面的店员 不过到这里 再往上就越来越难了 只有极少数人 可以成为高级干部 赚到足以养家糊口的薪水 那另外其他是这种 不上不下的中阶员工 他们住在宿舍里 根本没有足够的条件 可以成家 只能够炫耀他们 引以自豪的衣着 把仅有的这些工资 存下来干嘛呢 到便宜的苍疗去寻花问流 除了三井越后屋之外 江湖还有另外一种商业的形态 组织跟成绩制度 不像越后屋这样严谨分明 而且呢 因为价钱没有那么高 所以通常 卖的东西是用铜钱交易 不是用金币 街上挤满的这种小贩 有人肩上背着好几捆的木材 压得连腰都顶不直 也有人拖着长长的竹子 穿行过街 皮肤有黑的乡下人 挑着装满蔬菜的竹篓 或者是扁平的竹筛 那卖蔬菜或者是卖 上面泛着荧光的肥瘦的鲜雨 还有人在卖各种大小样式的白色素面的灯笼 穿着体面的年轻绘石坐在一旁 所以呢 你要买 他就在那里 帮你在灯笼上写下你的名字 或者是你要写的名字 美若天仙的女子当街歌舞 引来少数的群众为官 他们在干嘛 他们在卖糖果 这些女子和那些光鲜亮丽 带着猴子表演杂耍的年轻街头艺人 争抢吸引路人的眼光 另外还有疲惫不堪的老妇人 背着沉重的木炭走过 脸上都是黑灰 老人拉着叠满了鸟笼跟虫笼的手推车 嘰嘎坐下 满山而行 这是卖鸟跟卖虫的 带着头巾的妇人 注注尽上展示的盆栽跟鲜花 时不时会出现某一个笨重的壮硕的身影 远看简直像是相铺历史一样 不过有的时候 则是体型普通的小贩 干嘛呢 他们身上绑满了竹笼 竹筛和扫把 所以看起来非常的庞大 非常的臃肿 但不是因为 他能真的长得那么胖 那么壮 是因为身上绑满了要卖的东西 另外呢 街上有人卖鸡蛋 草席上摆着好几十颗鸡蛋 如果想要吃和果子 可以去找那个 为了不让他的和果子晒到太阳 连在冬天都还要特地打伞的小贩 如果要买草鞋 草鞋坏了 可以跟看守丁门的老人去买 如果要喝水 要养鲸鱼 甚至想要买毛笔 只要等几分钟 通常就会遇到有人过来兜售 另外有参拜途中的那种小孩 他们要干嘛呢 他们是来讨钱的 特别在这里 要求去参拜神社的人 可以施舍不实 那另外有盲人乐师 帮你弹 帮你唱 还有旧一点 如果缺钱的话 就可以把旧衣拿去卖 至于手头如果有废纸 可以交给那些留着怪异法型的人 他们是一群无家可贵的流浪汉 他们专门捡废纸 去卖给废纸商 这些商人把纸回收了之后 再次成为巢子 那也许就会再卖回 把纸卖掉的这些人的手里面 变成厕所里面所用的工具了 每一个人在这个都市里 这种生活里 好像都很清楚自己要去哪里 工人拉着手推车 武士身上配刀带枪 前去练武 保姆背着婴儿 小孩头顶着自己的课桌 正准备要去上学 女佣替夫人跟小姐提着布包裹 就连捡垃圾的人 也都带着各式各样的篓子 有一些挂在扁担上 有一些细在腰间 再来我们看 这里是日本桥 横跃日本桥 在这个时候 Stanley告诉我们很特殊的经验 跟我们今天很不一样 那个时候像是在爬一座拥挤的小山 桥上是交通过渡的枢纽 另外有不少人就在这里做生意 在这里行起 还有呢在这里爬窃 或者是用陌生的香音 谈着集市 当做是约定好了来这里相会的地方 皮肤有黑的农民顶着大太阳不动如扇 在拜乡下自己种的蔬果 过往的旅人 心色匆匆 没有什么人停下脚步来 眺望这座城市的风景 宏伟的江户城 耸立在远方清朗的日子里 往西南看过去 能够看到富士山 从日本桥上俯瞰 河岸仓库宽阔的白色背影 就会映入眼帘 过了桥是职人丁 这里是江户建成开头的时候 按照职业类别指派的丁人集合住所 各以不同的白宫职业为名 例如说大宫丁 草旅丁 蝶丁等 蝶丁就是做榻榻米 卖榻榻米的地方 如今这些街丁 已经失去了职人的色彩 变成了普通的闹区 南侧的南川马丁 是历史最悠久 最富盛名的丁人区 租金很高 地主还肩负着 为幕府提供 一马跟运送货物的重任 大街通往金桥的广阔空地 过去作为防火之用 如今 则挤满了临时摊贩 越过金桥 就到了江户的南远 这区是填海着陆 所形成的新生地 如今成为凡祖大明的梁昌所在 江户的净土真宗佛寺 竹地本院史 这个时候已经出现在这里 在竹地本院史 就可以看得到江户湾的点点白反 这真的是非常细致 而且非常生动的 关于江户城 当时日本桥这一带 他的亲近的描述 这就是 艾米斯丹利 他的历史研究 还有他的写作功力 结合在一起 所展现出来的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我回来继续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大家好 我是李千娜 台北的好声音 尽在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您继续收听 杨造谈出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是原著文化的新书 艾米斯丹利 她所写的江湖城里的 江湖城里的 艾米斯丹利 她所写的江湖城里的异乡人 这本书是关于一位出生在农村的森里村女 她的名字叫做长野 她在19世纪中期的日本 想当然而被认为 会期望过着跟她的母亲 她的祖母一样 那种传统的生活 但是在经历了几次离婚了之后 性格强烈的长野 没有办法得到家人的认可 她就逃到了江湖这一座 这个时候 是已经有120万人口 非常热闹繁华的大都市 在这里自立谋生 这本书就是以常委 作为我们的向导 多彩多姿的江湖 跟那个时代的场景 就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那就是1953年 培里所带领的黑船到来的前夕 就在黑船到达的几天之前 长野刚刚好离开了这个人世 所以这个时候 日本即将面临翻天覆地的改变 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 长野从一个街屋 跳到另外一个街屋 嫁给了无名武士 并且进入了官人的覆地工作 他的生活 因而就提供了一扇 了解19世纪日本文化的窗口 并且让我们具体地看到 一个不顾社会习俗 牺牲了家庭跟生育 要为自己创造新生活的非凡女性 他所展现出来的非凡的生命力 刚刚讲到 他因为嫁给了无主无事 所以进入到在这个封建当中 上层的家庭里面去服务 接着这样的经历 Amy Stanley就带着我们 接下来来看 什么叫做幕府跟幕府生活里面 的一些重要的场景 其中有一段 是要去拜见将军 那要去拜见将军 是只有大名跟旗本 也就是封建当中 具备有最高等级身份的人 才能够拥有的特权 每个月初一十五 有这种特权 叫做沐浴建资格的家臣 会被召集到江户城里 去叶建主上 他们骑着马 在手持长矛枪挤 扛着沉重木箱的随从队伍 触涌下 华丽登场 各路大名行列 浩浩荡荡 聚集在大手门前 这个场面非常的浩大 甚至成为民众的观光景点 不过 他们的目的 不是为了要取悦将军 本来就是要给市井百姓留下印象 登城的牧城 就只能够带着最少的水宠 徒步进城 其他人跟马屁 必须要在门前的大广场 等上好几个小时 在丁凤行所人员的监视底下 效末时间 官方派人在这里看守的用意 是为了要防止无料的水宠 在这里打架闹事 另外一方面 大名跟齐文 他们进入了御殿 来到大广间 按照加格跟官位依序就坐 地位最高的 当然就离将军最近 这个大广间 有好几个房间组成 非常的宽敞 容纳了所有的人 令人叹为贯志 在寸土寸金的江户 就更凸显了 将军幕府生活的奢华 房间里面 叠席几十张 可以坐上几百个人 四周金碧辉煌 吊龙画动 墙上画着 连绵不绝的山水景致 松薄流水 称着金箔的背景 再加上飞鸟成群 好像镜子在天空上 但是呢 那个鸟的羽毛 跟它的鸟嘴 都描绘得微妙微笑 细致如为 去出席的人 当然必须费心准备 免得自己看起来 太奇怪 太突出 来到江户城 这个树木森严的 幕府种地 哪怕只是平常造访 某一个普通的会议间 武士加成都必须要精心打扮 在江户城里 凡事都有规矩 例如说 你的竹带 也就是穿和服的时候 穿的袜子 只有冬天才能够穿 夏天要穿 就必须要有借口 你就必须说 哎呀 自己是长期脚底发冷 有毛病啊 必须要申请破例许可 另外呢 要替法绑记 除了把前额到头上的 头发都剃光 还得把剩余的头发 绑成法记 这对于秃头的人来说 这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因此呢 你为了要有这个记 甚至有的时候 必须要去买假的 粘在自己的头上 列席的家臣 跪坐在将军面前 取公请安的时候 他们的法器 看起来像是一整排 墨水化成的技术符号 在苍白的头皮上 显得格外的醒目 而江户城 最特殊的地方 就是充满了繁文入节 繁文入节不是特殊的仪式 是江户城的日常 平凡无奇的日子 也不例外 每年11月初 府里面就会举行点火仪式 这时将军在当季 首度点燃火波 象征准备要过冬了 这个仪式必须要遵照立法 在立冬这一天举行 如果季节提早入冬 这麻烦了 因为你不能生火 所以众人就必须咬紧牙关 忍受寒冷 另外在江户城内 要上厕所也很麻烦 仪式的场合 每个人都身穿拳套的正式长袍礼服 层层叠叠 穿很麻烦 拖也一样麻烦了 完了 遇到了内疾 你怎么可能大费周章 跑到茅厕里面去解决 你更不可能 在将军的庭院里面 自意的宽衣解放 所以怎么办呢 大明将军身边都有人带着 铜制的尿壶随时在这 必要的时候 稍微宽节衣带 小心翼翼的把尿壶塞到衣缝里 用这种方法来解决内疾 而没有随从同行的齐本 就麻烦了 当不能这样做 那就只好 在仪式开始的前几个时辰 就避免喝水 到了仪式当中 咬牙苦撑 人到可以去更衣为止 长野这个时候 在松平友三郎家里面当女佣 她搬离了神田内间简陋的藏屋 所以从她所住的地方 Amy Stanley又帮我描述 这个地方的生活特色 那是在住吉丁 位于知居丁 也就是剧场街的中心 她所住的街区 过去曾经是风化区的一部分 大街上如今聚集了许多 制作跟贩售 宁柚 也就是人偶的业者 所以又有了新的名称 称为人形定通 店家跟摊位上摆着各式各样的人形 宁柚 穿着细致的刺绣和服 看起来就像是昂贵的玩具 不过一旦搬上了舞台 演出江湖流行的人形偶戏 出奇的栩栩如生 简直让人可以看得毛骨悚然 超偶诗 默不作声 但是在她精巧的操作底下 人偶精挑细琢的手 可以把信打开 可以提灯笼 贪软的躯体 也能够随着情绪 表现出蓬富大笑 或者是怒不可恶的抖战 哭泣的时候 无量的头发 垂到衣袖上 镜子雷脸旁 仿佛有了表情 江湖的三大歌舞伎剧场 就在人形定通的对接 门面光鲜亮丽 色彩鲜艳 挂满了成串的灯笼 摆设着巨大的木制看板 还有实物大小的戏剧场景彩绘 场里面热烘烘的 挤满了看戏的人 天花板吊着几十盏灯 观众挤在舞台的下方 坐无虚席 有的甚至还要排到二楼去 最好的位置 是在演员进场的花道旁边 那是一条和舞台相连的 狭载走道 主角会出现在剧院的后方 走上花道穿越人群 在灯火映照下 折折身晦 简直几乎 观众伸手就可以碰着它 在舞台上 他们在太古三位陷汉 七楚的敌民伴奏下 宰歌宰舞 狮子甩舞着洁白的长矛 傲气逼人的年轻武士 顿足炫耀实力 英雄豪杰高举的强刀 以行音流水的武艺 击败了仇敌 美丽的女性 不过也是由男性扮演的 时而娇媚挑逗 时而霍武霍气 他们农装艳抹 头顶着华丽的假发 动作细腻 充满了女人味 比台下的任何的一位女性 都还要更迷人 在场外 整个支居町 这是个闹事 一直到夜幕低垂 戏中人善 才终于胆战 恢复平静 但在大型公演的日子 歌舞集作 清晨四点 就会传来 太古的声响 吸引民众温身而至 表演在天亮之前就开始了 以短剧闹剧 和舞蹈开场 紧接着一场场 一幕幕 一出出的好戏 接连上场 持续一整天 穿留不息的戏迷 跟凑热闹的路人 顺着人行盯通 涌入 把剧场挤得水泄不通 长野 这个时候他住在筑吉丁 所以外面的喧闹跟鼓声 他都可以听得到 附近的商店 则卖舞台相关的用品 包括让头发 可以更显光泽的发油 可以让肌肤 像血一般白的化妆粉 还有在妆容衬托底下 增添唇色红艳的珠砂 有一些包装上面 还特意的印上了 知名演员的名字 光是这一段 就能够让我们知道 很多的事情 让我们晓得 19世纪的时候 日本的舞台表演 已经如此的发达 也让我们知道 在那样一个都市的环境 都市的生活当中 戏剧表演的观看 还有享受 追星 乃至于相关周遭的产品 对于江湖城里面的市民 在生活上 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 这本书 Edwin Stanley所写的书名叫做 《江湖城里的异乡人》 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感谢你的收听 下个礼拜一同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